9月10日午后,创业板只跌幅扩大近1.8%,失守1400点整数关口,创2014年8月以来新低,遭盘闪风跌停的东方财富仍风死跌停,盘面上苹果概念。 小米概念,国产软件,券商等板块跌幅居前,板块方面,啤酒,疫苗涨幅居前,盘中特高压平高电器表现活跃,苹果产业链板块跌幅居前,苹果产业链开盘大跌,东山精密一度跌停,力讯精密跌8%,欧非科技,信维通信,安洁科技集体下挫,特高压板块开盘大涨,龙头平高电器一字板,金利华电, 许计电器随后涨停,国电难锐大涨9%,中国西电,国电难自纷纷跟涨,消息面上,国家能源局引发通知要求加快推进一批书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金银两年将核准12条特高压工程, 天然气板块移动,龙头东防怀宇强势风板,龙二贵州燃气随后涨停,新疆浩原,新天然气,新疆火炬纷纷跟涨,大机界板块逐渐走强,龙头成都路桥一度大涨8%,北新路桥,山东路桥,苏娇科纷纷跟涨,西藏板块移动,龙头西藏发展直线风板,西藏城头,西藏天路, 高征民报集体跟涨,各股方面,创业板指标股东方财富,开盘一度闪崩跌停,成交额超6亿,拖累中小创单边下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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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